给你们搭配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出产房的八件套 不知道你们喜欢吗 想知道有什么的 姐妹们跟着我来看一看 首先给宝宝搭配了是两条出产房的包单 小包单的话是搭配了是保暖 比较厚实的 小空气面的一个小厚度 大小是85x85的规格 表里纯棉 搭配了两条给小宝宝替换的去用 宝贝出产房搭配了一个纯棉双层的小帽子 给宝宝搭配了两件出产房的小衣服 两件的话厚度是不一样的 下面的话这个是绿色的是 扫空气面保暖的一个小厚度 厚度比较适中 适合室内去穿 表里也是纯棉的一个面料 然后这个地方 那个拼接处的话是五户拼接方 天生穿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另外一件的话比较厚实 这个是月子里面可以去穿的一道 当一个小棉袄去穿的 比较厚实 保暖效果也比较好 搭配了一个红色的小绿款 表里也是纯棉的 然后背面的话做的是一个小挖背的一个款式 它不容易都是都尿 宝宝喝奶的时候可以去用的一个 沙布式的小围嘴 搭配了一条 满月以后可以去穿的空气棉的小帘体 搭配了一件 这个小帘体的话 腿部全部是必当式的 有扣子 穿脱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面料的话是空气棉的小厚度 面料非常柔软 天生穿的话也是很舒适的 衣服全身的拼接处的话都是五股拼接方 初产房的包背 搭配了一个表里纯棉的小材质 外面这一层的话是一个满印的小图案 非常可爱 纯棉的面料 内里的话搭配的是超柔纯棉的一个小材质 贴身去包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因为它的面料的话非常柔软 厚度的话是一个700克棉的一个小重量 像蒸月腊月里面初产房 这个小厚度完全够用的 内里的话全部采用的是一个航线的工艺 机洗手洗都是不会变形 也不会脱棉的 这个包背的话给你们搭配的是一个90x90的大小 还有一个非常萌的一个小帽子 面料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